北京冬奥会期间 不少明星纷纷为参赛运动员们 加油打扣 不过在这个运动员比明星更受大众喜欢的当下 有的明星发声被点赞 有的却被人吐槽 是在蹭热度 而其中蹭得最差劲的 无疑就是林更新了 因为给苏一鸣评价的一句 我和他还算熟 送我上去 让林更新半夜火出圈 但却是因为网友一片骂生活的 据悉 林更新和苏一鸣一起参演过电影 秩取《微虎山》 冬奥会期间 这部电影的导演许客 也多次提到苏一鸣 并且大家夸赞 为他加油 没想到轮到林更新 就变成矮马了 有网友爆料 两人结束电影合作后 苏一鸣时常在网上发文 爱特林更新 但林更新一次都没有回复过 结果现在人家参加冬奥会火了 林更新就主动出现了 有点水红跟水纹的那味了 面对网友的围攻和嘲讽 林更新也没有像以前那样 和网友互对 反而意外地沉默 后续 林更新再次转发官方动态 夸赞苏一鸣好样的 让人意外的是 冬奥会结束后 苏一鸣把之前网上提到他的人 都一一回复了 十分有礼貌 苏一鸣还主动回复了林更新 明显是在为他解围 而且用了一句话 很巧妙地暗示了两人的真实关系 让人大呼 这情商是真的高啊 苏一鸣回复道 谢谢哥我开始隔离了 有空在那个绿色图标的app上 接着唠客北 绿色图标指的是哪个软件 大家肯定都猜得到 很显然 苏一鸣是在暗示 两人私下是有联系方式的 而接着这个词 也暗示两人平时有交流 简单的一句话 信息量也是很多了 还有网友发现 其实林更新也曾在网上 晒出和苏一鸣的合照 调侃两人可以组一个组合 可见 在拍摄电影的时候 两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后续不管两人是否有积蓄联系 其实都蛮正常的 毕竟作为明星 工作中会合作的人很多 两人年龄又差这么大 成为关系亲密的朋友的可能性 其实不大 再者 苏一鸣当初艾特林更新的动态 其实和林更新关系不大 而且艾特了一堆人 如果不看苏一鸣是冬奥冠军的绿镜的话 其实这些动态比起互动 更像是借着艾特这些账号 博取一些热度 了解某平台一些机制的人 就会懂 并且 这些动态 可能也不是苏一鸣发布的 所以林更新没理会 也是可以理解的 林更新这次之所以翻车 其实更多的还是因为这句留言 抖机灵抖错了 如果他简单的说一句恭喜 可能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事实上 从林更新现在多次因为发言翻车被骂 就能看出 以前网友对他互对式发言 连绵不断的绯闻 都是调侃笑笑就翻篇了 但现在的网友不吃这一套了 而林更新曾经几乎不翻车的绯闻和风格 如今反而是备受网友厌恶的 如果林更新不与时居近的话 想来以后被骂的时候 恐怕还有的是 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